您在排队多久了吗 大概五分钟 大概五分钟 所以我们正在最终 您在期待多久了吗 我们不在意 我们在排队多久了 英国当地一早不到九点钟就来排队 说排一整天也没关系 这全部都是要来吊艳女王的人 从空中俯瞰 人潮从西敏宫开始到维多利亚花园 一路延伸过桥沿着泰晤士河畔 最远排到伦敦塔桥 不知道得排多久 但是没有人抱怨 有人说早已哭了好几回 就是不舍告别女王 还有人特地准备了女王爱吃的 果酱三明治 敢在国葬前向女王致敬 这当中还有亚洲面孔 外地游客亲身感受到女王在英国民众心中的地位有多么重要 自从女王灵鹿开放瞻仰后 人潮多到惊动坎特伯里大主教都亲自出来看一看 开放瞻仰进入第二天 事实上民众民众进到厅内的时间并不长 在灵鹿前只能短短看个几秒钟 在这一大片黑压压人潮里还发现了前英国首相梅伊和丈夫也在其中 两人神情严肃 还特别屈膝致意 女王的灵鹿就摆放在西敏厅的正中央 现场气氛庄严肃 事实上打从女王的灵鹿离开白鸡汉宫以往西敏宫时就已经有满满人潮围观 女王的四名子女和孙子威廉哈利 在君悦声伴奏下一路步行护送女王的棺木 女王的棺木是采用传统的火炮车架一路运送 而棺木上覆盖着皇家旗帜 每一个安排都代表着女王尊贵身份 尤其这放在棺木上的皇冠 是英国君主制的终极象征 女王的帝国皇冠 镶嵌了2868颗的钻石 273颗的珍珠 17颗蓝宝石11颗祖母绿和5颗红宝石 当中最显眼的是正面317.4克拉的库立男二十钻石 上面还有170克拉的黑王子红宝石 最上方十字架中央的是圣爱德华蓝宝石 是皇室收藏珠宝中历史最悠久的 虽然帝国皇冠从未有明确的市场估值 但是以稀有度来说 价值可能超过30亿到50亿英镑 对英国皇室来说 这顶皇冠代表的是君主制的延续 过往他每年主持国会开议大典时 也会佩戴 除了尊贵更是权力象征 如今放在棺木上是终结也是延续 而这些细节在女王在世时都已经规划好 在棺木上的帝国王冠代表伊丽莎白二世时代画下句点 而瞻仰开放至国葬当天早上六点半 是要让更多人有机会为女王送行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